玉里分局在新的一年来了十位的新进同仁 则是111年特考班毕业生 各个精神抖擞充满热血活力 新进人员迅速融入这个大家庭 也设身处地执行各项的勤务业务 尽早投入维护治安行列 要为地方百姓服务 玉里分局将新进同仁分发到安排的 玉里派出所、复里分住所、东里派出所、春日派出所 以及竹田派出所来实习 并且为期六个月的师徒制 学习各项的勤业务工作 时间相对会比较长 就是你看他有所时间 有空前的时间会比较长 就是说你可能整天 八小时、十小时上班时间 跟着学长去看 山区所除了御理复理所以外 你看到所基本上的那些 看见的什么都会比较少 那一样的 还是希望各位多看多听多问 五位的都要问 我相信现在的学长姐都会去教你们 玉分局为了让心情同仁早日独当一面 也领选各单位优秀学长学姐带领协助 采一对一的指导 细细的琢磨与民众接触的应对技巧跟态度 玉分局长林俊廷这次也亲自的迎接心境的同仁 并且召开期前座谈会 谴谈警察的工作 也不忘叮咛到新单位 应该主动向家人报平安 会众也提起辖区民风淳朴 但出勤时仍要应该随时保持警觉 严守执勤三安 遵守各项勤务的纪律 记者高雙双语正采访报道